就是很緊張 特別對於HK來說 我覺得對HK比較緊張 因為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HK剛剛不是背水一戰 在這一場才是 喔 這個 這場已經沒辦法了 你覺得沒辦法再戰了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覺得心態上會有點問題 對 的確 就要看一下HK這個心理素質 有沒有辦法去調整過來 再利用短短的可能5分鐘或10分鐘的休息時間 那進到的是在BPMAD 所下的是鋼普 還有是馬爾斯拉哈 還有賈里歐 那對面HK則是伊倫跟剛剛選擇差不多的BP 也就是 柔依還有阿齊爾都已經來做封鎖了 對 目前的BP跟上一場都差不多 但我覺得HK他們可能現在要思考的問題是 像剛剛UNIFY他的賽亞表現得非常出色 打了全場最高的傷害 但是 賽亞不是一直前期能拿到 拿到非常大優勢的AD 這邊是不是他的AD順位要更早一點 因為像是剛剛有提到他的法洛斯跟崔斯塔納 是在4-5被按掉 那他沒有選擇凱特琳的情況下 他只能選擇這種 就是在中後期比較能會戰 比較能穩定輸出的角色 可能會有點限制到這位選手他的操作 對 而且HK他還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他的團戰CC沒有辦法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 你一開始WQ衝上去的時候 沒有辦法配合納爾的怒氣 所以導致在後面 可以看到UNIFY已經很努力的在做輸出 但是很可惜沒有辦法收到對面MAD的人 他真的盡力了 他真的盡力了 對 然後這邊HK很神奇 直接幫中路敲一取得剛剛有選擇的塔莉亞 還有拿掉對面小男寶寶的這個卡蜜爾 當然卡蜜爾還可以做一個上中 上野的錯位 但是 還不確定會是由誰來做使用 對 那這裡如果先綁定他是打上路的話 HK他們上路路易斯 他之前的過往戰績來說 其實他玩卡蜜爾的時候 不會像是小亮這種選手玩 就是打得特別的亮眼 那他的分推單抓其實也比較容易 就是被對方抓到破綻 對 那我們看到是MAD三選 已經選出來的是雷茲還有納爾 再加上克里斯達 哇 這邊也可以看到是MAD的粉絲 應該是家人 家人 好像是家人 對 對 而且我剛剛看到旁邊的阿嬤也過來 你知道在過年的時候 阿嬤就會怕你吃不飽 就是你每次回去的時候 阿嬤就會覺得 你又變瘦了 就看一下MAD有個辦法 剛剛阿嬤好像還有上去抽獎 阿嬤有上去抽獎 阿嬤有上去抽獎 那希望阿嬤抽到大獎 我們來看到是 他抽到橘心臉快樂 那也不錯啊 哇 也是抽獎 有參與到是不是 阿嬤就是已經無欲無求了好不好 對啊 我們來看到是第二輪的BP 針對對面打野的這個角色 包括札克還有家人士 那對面MAD 真的是給UNIFY非常多的尊重 插牙還有法洛士 都已經封鎖 不過這邊反而是把凱特林 給亮了出來 是有機會讓HKA來做使用的 而且還有小炮 但是這個問題是 以HKA這個陣容來說 他們其實最怕的support角色 可能是貪肯齊 所以如果這邊MAD拿了貪肯齊的話 其實他們下路線打線能力是非常非常強 而且包括在中後期的徽戰 是不怕這種卡蜜兒 甚至死瓦尼這種很針對的單抓的 對 特別我們看到很多隊伍會選擇 像雷茲加上貪肯齊這種 嗚嗚 我說的是 崔勢塔納這個選 對 崔勢塔納這個選的蠻漂亮的 然後來看到的是 酒桶似乎要選擇下來嗎 因為 酒桶其實不是在目前一個T1的角色 對 不是 因為他其實經過了幾個版本的削弱 而且其實這個版本的 應該這樣來說 他的符文基本上沒有到一個 就是可能最多在列地衝擊 但他這版的影響力沒有之前那麼的恰 這個很壞 這個宣傳一下熱狗寶 太好吃了吧 熱狗寶好不好 趕快過來我們電競館就有機會 也不是就有機會 你有錢就有吃到熱狗寶嗎 對 有機會買到好不好 對 有機會買到 因為太好吃了 會賣光光 對 好厲害 好厲害 我們來看到的是 坦肯齊似乎在K的考慮之下 是選擇的下來 對 這個坦肯齊的選 真的會很康得到對方的這個 就是抓人陣容 那這邊HK拿了其實布朗姆的話 其實也可以缺好他們下路線是可以穩定發揮的 那真的在正常發揮的情況下 就要看UNIFI他的這個炮鳥 可不可以凱瑞整隊 因為現在目前看得出來HKA最需要的就是他一個人 對 但是HKA可以稱讚的是 其實他這一場跟上一場就是選擇比較類似的一個陣容 就是可能 從前中期有塔利亞 然後往下班不走 然後上班不依舊是一個 比如說像娜兒 或是像這場選擇卡蜜爾在邊線可能有一定的壓制力 但是在這一場MAD上路的角色是互換的 而且Jungle Benny他也是選擇了酒桶這個角色 對 酒桶真的是在LNS的賽場上已經很少出現了 因為基本上在一個大改動之後其實 大家的認知上會覺得 酒桶其實是 在前面的野區是很counter豬女 但其實這一版的酒桶 可能他的坦度上來說沒有豬女 到後期的話啦 沒有豬女來得這麼坦 那再來是他的控制也沒有豬女那麼簡單 所以才慢慢的被這個版本慢慢淘汰掉 對 我們目前可能體認到T1的角色就是 加倫士 施瓦尼 可能之後有卡莉絲 札克 甚至像現在8.2版本出來的NuNu 或是其他角色其實都比酒桶會更來得更頻繁出現在賽場上面 我記得上一次選擇酒桶的是老山 對 而且其實酒桶 因為畢竟對方的布朗姆是放在一個LEST PIG 其實酒桶是非常怕布朗姆這角色 因為基本上他的大決是甩不到後排 只要布朗姆的盾舉得很好的話 是沒有辦法把對方的carry位炸到前面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後面的選 算是HKA的布朗姆算是長的 算是非常好的 對 大家看一下下半部的隊形 因為目前看起來HKA 他後期是最依賴他的UNIFY最會選手 那他在這一場其實也選擇了 跟剛剛一樣是輸出很安全的崔士塔納 就要看一下他下半部有沒有辦法扛起 對隊伍的重責的大任 但是我們可能比較擔心的不是他們在後期的團戰 可能是在後期call的一個部分 就可能不是團戰的操作 就擔心他在指揮 有沒有辦法去把隊伍的意識都凝結在同一個一條線上 我覺得這是捷克說的很重要一點 因為其實剛剛那一場 就算對方拿了你一個中路兵 但如果你有一個正常的call 甚至是一個穩定的call 其實那個遠古巨龍 就是你可以選擇強開 甚至是對方拿完之後直接拉開 但其實我覺得在call的這款HKA 真的是在中後期 你就很明顯看到他們非常的凌亂 就是好像沒有一個就是主call 就是可以確定說我們這個時間前做什麼事情 對哇這邊直接選擇三個人走過來 一等的布朗姆很強 但是他的腿因為走繞了下半部比較長的一個距離 所以沒有辦法丟Q到對面的人身上 我們來看到是關鍵符文的部分 這邊坦肯騎則是選擇冰川征服 那冰川征服也是在之前的版本更動之後 有稍微上修的一個部分 對現在有看過輔助在冰川征服 通常都是坦肯騎跟布朗姆 那這兩隻角色因為本身的流人的技能非常強 所以其實這兩隻角色帶的話 就是在他們打線上 如果你一旦有一個走位失誤 甚至你太出錢 是有可能直接被這個冰川征服黏到死的 因為像坦肯騎可能Q一下 加上普攻的那一下冰川征服 就有機會直接把這個人 不用利用閃線直接吞回來 對在一些比賽數據方面 有25%的輔助坦肯騎會選擇冰川征服這個角色 而且可以看到對面的凱文 也是因為可能要為了跑線 就是跟著坦肯騎的腳步 所以他也是帶了一個起風法術 是有機會在遊戲的可能前中期換成TP 然後支援自己的隊友 對 這裡其實帶起風法術 也算是這個版本 蠻多support的選擇 但如果真的要跟坦肯騎比跑線的話 我覺得他換成一個TP 還是會來的 就是他會變得很被動 坦肯騎的速度還是快一點 對 而且坦肯騎畢竟還可以多上一個人的車 就是旁邊那個人搞不好也可以一起上車 但是你帶起風法術就是一個人 這是一個單人的票 我們來看到的是前期打野開局的部分 都是跟剛剛一樣選擇下半部的開局 但是史瓦泥這時候是選擇吃完九級之後 直接往上半部來走 那對面的九筒則是吃完了 紅BUFF還有六鳥之後 再往藍BUFF區域走 想去控制一下河道的視野 對 我這裡其實有抓到豬女 放的這根眼睛算是蠻重要的 因為第一點就是抓到了豬女的位置 那這個下半部的坦肯騎甚至克里斯 就是一直瘋狂的往前壓 給對方推線壓力的話 其實待會雷智就可以利用一個兵線的優勢 就是可以做一個跑線自願 對 我很喜歡看到這種HK這種陣容 因為他有很多的戰術選擇 可能不會像是比如說我上路選一個坦翼 就基本上要往下半部來走 喔喔喔這個直接跳上來 喔喔這個直接跳上來 我超兇 哇 他是要跳上去把這個球給我打掉 但剛好遇到旁邊有一個狀態 不過這邊可以直接過來跑線 逼掉對面的閃線之後 看一下三層慢慢打出來 這邊被吞回來之後 其實喬尾的雙招都已經交掉了 看起來人頭是要交在K的手上 這就是前面說的 NAD當他們下路線有推線優勢的時候 他們的靈活性就很大 像是剛剛 微風是直接把這個爆破球果打掉 讓你這個豬女更下的機率更少一點 那再來這個是坦桿騎 直接利用他冰川征服的優勢 直接過來 把喬尾的雙招打掉 甚至擊殺 那我覺得喬尾這個線可能很難再繼續對下去 因為第一個是他少了雙招 他可能沒有辦法在前中期的時候 利用一個大絕做支援 對 這是一個很少見的輔助在 可能短短三分鐘 就開始來做中路的一個遊走 那我覺得HKA完全沒有想到這一點 那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波的團戰 對 這裡喬尾其實這個兵線 對喬尾來說是非常非常尷尬 因為他第一 他要打清這個後排兵 一定要非常虛弦 那這個閃線其實交的時間點 還是吃到UNIBOY的這個符文進攻 那被探尾期的 不管是Q 甚至是冰川征服 兩個緩速緩到就是說了 就是那個你根本就是跑不掉 因為他一定把你吞回來 這裡再做擊殺 就我剛剛特別看了一下小地圖的視野 其實HKA其實有在下半部的 河道那邊其實有撲一根眼睛 但是可能是K繞過了那個視野的範圍 所以找到了一個陰影處 往中路來做擊殺 對 這一波真的算是非常 就是這個節奏打得非常非常快 那只要NAD他們前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勢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利用NAD的下路雙線 就單人打出非常大的破口 因為現在的Chowie是很難很難再去做支援的 我們來看到的是Benny 在這一場選擇的是主起式負意志的套爐 對 而且他點 主要符文是選擇這個 法書 對 他也是把這個最划算的900塊 天賦點法直接先點起來 然後再加一個銀河世界 對 因為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比賽 就是有人會參考就是Jungle 要不要去帶法書這個選擇 因為像是比較吃閃現的Jungle 就可能會帶 因為你減了非常非常多CD時間 像是九筒就是一個 甚至有一些比賽的NuNu 他也會帶法書 因為你後期就是有一個 不過這邊可以很危險喔 但這裡有閃 對 這邊有閃 不過好像HK是怕後面有一個AD 不過我們可以看一下上半部 兩邊的對線三環打出來之後 Q技能成功打在對面Riri身上 不過旁邊史瓦尼即是走了過來 小羊寶寶這時候發現 而且他是沒有一個大絕的 我要反身打Riri身嗎 對 要反身打Riri身嗎 W成功C到前方人員 只好一個打W成功CC到 把對面人員給定在原地之後 HK的上野兩個人不太敢去做後續的進攻 對 我覺得前面Chowey被殺的那個雪球效應 其實就已經有點顯現了 因為這一波很明顯就是Benny跟Uniboy 靠得非常快 而且中路的Chowey還在慢慢的清拼 這邊直接走了過來想要抓的是前方 Chowey陣地之一先把人員給推走 但是這個國恩經過的時間太久了 哇 這邊還有一下 爆破球果先把對面給彈回來之後自帶CC 旁邊1技能成功打在對面人員身上之後 又是一個K的跑線B掉了Chowey的精英人 上半部Riri已經放倒小亮寶寶 但是中路 Chowey又要死去了 哇 我覺得這有點被智商壓制了 就是他可能想利用球果拉開 但沒想到這個蕾茲好像是直接猜測到他這個意圖 直接打回來 那這裡坦克機就是利用下路的推線 又過來支援了一次 哇 那個Chowey一定想說 欸 陣地之急不是我的嗎 怎麼對面感覺又有一個 哇 然後上路是又被 對 被Gank 被Gank了 因為其實剛剛有看到Benny 他靠上之後發現對方沒有要繼續殺的時候 是直接拉開 這邊我覺得在溝通上可能有點小運 就是你沒有幫上路把這個兵線直接推到底的情況下 就可能像是小亮 剛剛可能在地圖沒有看到的情況下 就是他硬推這個兵結果被抓了 對 他在這裡就是為了清這個兵 那他的打野Benny其實是在亂對方的野區 那這裡就是被抓掉了 對 這個衣閃很精準的打在小亮寶寶身上 那這邊就像是剛剛照著講的 因為Benny其實往下半部走了 就是他去吃一個六鳥 然後剛剛小亮寶寶是為了推這個兵線 才會導致他必須要被留在上半部 然後也是讓HK上野成功抓到一個機會 那我覺得也是不幸之中的一個好消息 畢竟現在中路塔莉亞是020 對 這個塔莉亞已經有點是完全的崩線了 因為他前面的兵線掌握權已經是絕對推不贏雷茲 對 不過K在這兩次的跑動很讓人驚艷 因為他都是趁著下半部是有兵線優勢的情況下 直接往對面野區來走 哇 這時候UNIBOD往上半部走 經過一個草叢之後發現了粉眼 然後也決定把它拆除掉 對 現在UNIBOD 因為他前面的優勢真的太大了 所以他這邊 只要把兵線清完 就可以 他基本上只要消失在地圖 的 就直接消失在地圖上 對方就會非常非常大雷人 那這個GENMILE 他的處境會變得很尷尬 因為他真的要去GAM一個 下路有摧斯 有克里斯達 加上坦肯吉的限期是很難 因為他們是可以一個就一個的 對 那上路線 只要這個卡密也 推得有點深 像剛剛雷茲就是直接往上靠一點 他就得往後退了 這聽起來很像人體無王什麼一個就一個 對 不過下半部 看到的是BP掉了UNIFY的一個W 那這時候HK應該要怎麼樣做 他應該繼續貫徹他下半部 還是他要針對他有遊戲的上半部來打 我覺得可以考慮讓 進攻目標放在這個中路 就是至少你要給這個雷茲一點壓力 因為這個兵線 真的塔莉亞已經是推不動的情況下 你不管做上半部的GANK 或下半部的GANK 你的雷 對方的雷茲都有可能會先擊死到的話 你那個GANK 如果打得不夠漂亮的話 你可能就會被反殺一波 所以可能對中路做一個比較大的針對GANK 會是比較零風險 風險會比較低 對 這邊可能至少給中路一點壓力 對 你看這邊雷茲喔 他只是往上靠一點 然後這個兵線就得推過來 所以這邊GANK他是選擇要cover隊友 但相反的是其實 他可以去抓到雷茲清兵線的這個時間點 去對他做一波嘗試的進攻 現在對於上半部跟下半部的HK來說 其實都是壞消息 因為可以看到上半部 雷茲只要往上半部走 HK可能就會慢了大概10幾秒 而且下半部也是由對面的MAD 來主宰住這條兵線 可以看到兵線一直都是由MAD 往對面的塔來去做推送 對 那這裡的視野 因為大部分應該還是會 呃 要過河道 基本上HK是辦不到的 那GANK就可能會跟以前一樣 就是他 在隊伍劣勢的時候 他會完全沒有目標 所以這個劣勢情形 可能會再延長非常多的時間 對 這聽起來很像是 剛畢業之後的那個 畢業生 找不到人生的目標 就是不知道選什麼工作 對 不知道選什麼工作 不過他這時候找到了 往上半部來走 想要抓的是 對面的小亮寶寶 對 但這裡只要小亮寶寶 他不要太狂的 就是一個人去點他 被Riris很輕易的鋼鐵公射 加大絕留住的話 這裡的機場還是很難的 對 看一下Benny 他在之後要怎麼來 選擇做進攻 因為現在對於MAD來說 他應該往上半部走 會往下半部帶著雷茲一起走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相反的 可以看到 喬威的兵線持續被壓在塔下 而且他的CS 已經被拉開到20多隻了 來看一下下半部 微風跟UNIFY的對線 好 這邊一下填 成功填到前方UNIFY 也遏止了對面的進攻 但是Breeze這邊還是有一個吸血裝 所以等一下應該可以很順利的 把血給吸上來 對 這裡視野已經是完全被MAD控制的情況下 其實會讓Genebine他更難去做 他想要做的任何嘗試Gank 那包括這裡喬威其實兵線輕玩 但他也不敢 他很難去嘗試做下路的Gank 因為其實雷茲大家都知道 他的大絕資源是非常快 而且在沒有9桶的位置的情況下 其實HK這裡真的很難嘗試做任何事 對 因為剛剛感覺是 巧威想要往下半部走 但是就是 相照的說的 他沒有看到9桶 我就覺得不行 而且中路的雷茲 持續把兵線洗過來的情況下 如果他真的往下半部走 然後沒有拿到更多東西的話 他中路會更慘 對 那真的可能要像前面說的就是 Genebine可能要以這個中路為一個Gank的主要目標 因為其實這裡雷茲他沒有在進化的情況下 你甩到大絕是有機會擊殺的 至少把他打退 讓這個兵線可以 讓塔莉亞可以去做控制 對 可能現在還有大絕章 驚人這個 還沒有被NERF的COMBO 你要很難去擊殺雷茲 但是你至少要給中路一點點壓力 對 但這裡他又選擇往上靠 但只要小羊寶寶夠 就是他的帳位不要太誇張的話 只要這個怒氣都還是有機會拉開的 對 他這個人生目標跟我很像 就看到妹子就往前走 不過在側邊咧 上路要打起來了嗎 直接走了過來 上半部搖爆一波大型的團戰 大絕蓋了下去之後 小亂寶寶 這時候衝了掛脫 旁邊狂笑猛擊 倒是把兩個人給推走了 旁邊繳了一個閃 現在是預判對面可能會依閃的這個情況嗎 對 但其實Genebine他這個大絕 有感覺 我怎麼覺得要嘗試看看啊 就 至少試試看嘛 對 試試看嘛 反正你也扣了一整場了吧 沒錯 我們來看到在 上半部進攻未果的情況下 12分鐘由中路的MAD開始發緊進攻 這一個 這裡豬女要塔殺的樣子 對 這一個 上半部好像要來發生塔殺 而且後方還有一個傳送 來看一下 小亂寶寶可以幫助自己的隊友 拖多少時間呢 大概是拖了5秒 但是中路的塔 在此時應聲爆裂 是交在了MAD的手中 哇 我覺得這一波MAD 就是HK他沒有很賺 因為第一個他們手塔掉了 而且他是花了 多花了一個凱雲他的TD 對 才過來做擊殺的 但這邊其實 我覺得沒有拿到手塔的情況下 就算你殺了納爾 就是你變成HK 他已經把賭注放在Ruys身上 對 如果Ruys這場沒辦法carry的話 其實整場會變得很困難 這場HK因為他在前期的碰撞上面 其實已經 中野的碰撞上面已經輸了 所以他這時候選擇把資源投資在上半部 那反而不像我們第一場看到 就是你會希望UNIFI來去做carry 對 而且這一場其實 因為HK他中路很早就爆的原因 呃 緣故 所以喬伊這場的資源可能會比上一場更難 因為大概上一場大概10到15分鐘 他就進行了一波下路的塔 對 但這一場可能會很難發生 因為你這個兵線 你在沒有四眼情況下 你根本帶不進去 那相反的是你的上下會被壓得更慘 因為你的雷茲是一瞬間就會消失在地圖上 而且剛剛看到HK的輔助凱雲 往上半部走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是MAD的下路雙組直接 越這個塔 對 這個塔好像有機會點掉嗎 對 這個應該有機會 因為後面的兵是會跟著凱雲一起過來 但是這個時間 沒有辦法去抵擋下半部的塔落線 那等於說下半部的地圖 全部都會被MAD給打開 對 而且這裡其實只要 MAD他們做一個很簡單的 雙人線跟上路的掉線 你這個卡蜜爾可能前面的優勢 也不能再繼續擴下去了 而且我剛剛看到這邊插了兩隻眼啊 不過旁邊的遊戲過乾鐵勾射 旁邊Riris很生氣要來carry 不過這時候 我的隊友終於趕過來了 這波就是你的中路一直被推 所以對方就是這麼快的到 對 這邊我覺得Riris有點太急了 因為第一個是 呃 我不確定他們有對方的視野 但是Gentemite其實第一時間 是沒辦法利用大絕控制的 他就往前上了 就是感覺有點 呃 急於想要立功 對 他剛剛就是 藏到了一次甜頭之後 就想要再做同樣的一個進攻 再再來一次 對 但對方沒有給他第二次機會 對 抱歉 對面 有啦 對面有拿兩顆頭啦 沒有給你第三次機會而已 在14分鐘 往上班不走 Riris已經倒下了情況 也不太敢直接用TP走到這個線上 那這個塔好像要放給MAD了 在這時候 這其實在三外塔 掉落的時間點算非常快 15分鐘三個外塔 15分鐘三個外塔 對 而且我剛剛記得沒錯的話 他們是選擇拿上路這顆頭加上 應該說上路這顆頭加上 預示者來換這個中塔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預示者有沒有發揮 這個效用 對 其實捷克提到這點 就可以再考 就可以再思考一下 就是HK當下的選擇 因為他如果搭配布拉姆 甚至豬女 其實他是有機會把這個上塔拿掉的 對 而且如果真的就是保險一點的話 把泡娘 叫到中路的話 其實中二塔是會是蠻保險的 但他們選擇拿這個預示者 那 我覺得在這一波 卡蜜爾被抓 甚至上塔掉的情況下 這個預示者就會很難去釋放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一個好的落點 不過旁邊的塔莉亞幾次走了過來 而且旁邊開啟的編制者之強 這裡很難吧 旁邊 要抓前方的K嗎 不過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一個就一個 一個就一個 他根本不怕你大甩到誰 反正甩到AD我就吞你 你甩到support我就拉你 對 哇 這個是 很兇啊 不過旁邊的這個鋼鐵勾射 直接走了過來 旁邊大絕是蓋在前方K身上這邊 K這邊逼到最後波 旁邊的九桶倒是把卡蜜爾給炸走了 哇 逼迫的Riris這個大絕是失效了一個情況 選擇把預示者擺在下半部 但是可以看到雷茲 在中路 他覺得很奇怪 欸 我的中路怎麼沒有人呢 對 這個驚人 非常漂亮喔 是直接把對方BAT到非常尷尬的位置 而且九桶炸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落點 那這個中上是直接被推到裡面 哇 好虧啊 這一波看一下雷茲應該有大絕 可以直接往側邊拉掉 不過中路的喬尾被對面雷茲定到之後 是毫不猶豫的選擇施放他的進化 而且unipine 他沒有大絕 這邊看到他沒有大絕 那這波打下來的話 雖然HK是律 撤動了 他們是撤動了五個人 就是連卡蜜爾的TP都賠上去了 他們只拿到一個下路的外塔來說 這個是非常非常虧的 因為 其實就跟前面說到 你覺得買要Gank下真的很難 就是我們說一個就一個嘛 那你就算叫了卡蜜爾來 但九桶已經到這邊做了一個cover了 就是完全沒辦法 但 這邊雷茲他整場都沒有在進化 我是覺得這個族女不給你們他有點可惜 因為我剛剛比較想問知道的就是 卡蜜爾有沒有必要TP一下 因為前面他們讓Riris拿到了大量的經濟 但是 我在想的是如果把Riris持續擺上半步 跟納爾來做邊線的分推會不會是比較好 呃我覺得是 也沒有說好不好 就是 這是HK他們一個很好的嘗試 但沒有想到就是 對方的九桶是有意思的已經過來cover了 那再來就是被這個坦肯齊的這個金人 直接 我覺得就直接open 因為你Riris蓋上去他一開個金人 你就完全不能幹嘛 然後他就直接拉開了 因為 在第一波是 可是克里斯塔是利用大絕金就有坦肯齊 所以下一波不能這樣做 所以HK嘗試這一波是可以的 但就是沒有把這個金人 考慮進去 對我剛剛沒看錯的話 好像是九桶把對面的Riris給炸走 不過我們等一下應該就知道了 來看一下在17分鐘 中塔 我記得沒錯的話已經快被磨到一半的血量 而且這時候 喔這裡是可以抓的喔 小亮寶寶走了過來 旁邊的鋼鐵勾射 繳了一個閃線之後 旁邊的Riris 並沒有選擇跟了一個閃於 因為他的大絕 是可以成功司機到的 但是這時候 MAD剛剛有朋友 但是他現在沒有了 可以看到的是 MAD這時候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中路 對這算是一個就是 總算被他蹲到了 對 就是成功一次 也算是蠻漂亮的進攻 但這邊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小亮推得有點太深了 因為其實他的中路線 並沒有帶得太進去 而且他的support跟Jungle 並沒有把上半步的視野做得非常的齊 他就直接想要自己插眼帶邊線 這裡算是有點平的 畢竟他現在的戰績 跟經濟量應該是 還是輸給這個卡蜜爾 對 在幾波的進攻 其實可以看到小亮 是 就是 應該說是 他想要把那個兵線推出去的同時 然後讓對面的絕美男 抓到了一波機會 而且 這一波感覺是可以避免的 對 這是可以避免的 就是你的support跟Jungle去插眼 幫你做好一個好的分推空間之後 你再進去往前壓 才是合理的 因為 你如果有一個好的視野的話 當你分推 像是剛剛豬女跟卡蜜爾抓你的時候 說明潘耿吉跟雷茲 就是兩個直接開車 去反抓這兩個人 對 當然 以經濟面板來說的話 就是 損失的沒有很大 就一顆人頭 但是 你會買下一個HKA的不確定因子 就是上半部的卡蜜爾發育 可以看到 卡蜜爾跟 Gemini他的發育其實都還不錯 一個是211的戰績 然後一個是102 然後這時候 UNIBOY很陰險的在這個 我記得沒錯 他這個叫西門草叢 西門草叢 對 西門草叢 蹲到的是西門的前隊友 喬威 哇 直接 哇 他才三招就直接半血了 好兇喔 那這裡又要回家了 那這個邊線又會有雷茲 跟這個納爾 一直嘗試做一三一分推 而且這邊只要HKA他們一個 就是可能抓雷茲 或抓納爾失誤的話 反而對方是可以利用克里斯達 再待會20分鐘直接Rush巴阿龍 對 我很喜歡 至少剛剛提到的就是 MAD其實有機會來利用雷茲 將坦肯齊來做一波反進攻 就是 當Riris加Gemini 可能要往上半部走的時候 你可能利用自己的機體優勢 往上半部走 其實可以有機會拿到更大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個MAD的陣容 是選的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就是 你在邊線的雷茲 現在有一個懷錶嘛 基本上你是不會死的 對 那你的中路放著兩個下路雙人組 就是一個就一個 你們也不會死 那上路就是納爾 真的只要小心一點 等MAD的 上下兵線 就是雷茲跟雙人線的那兩條兵線 進去的話 其實小亮就可以開心的分推 因為只要 像是等一下 如果小亮在下路推嘛 你的卡滅爾跟蛛尼會去抓殺 那你巴龍就得掉 對 這邊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那目前的AD 在各大聯賽的BT選用率 最高的還是克里斯達 也就是有82%的BP 然後在之後的是 寇格摩 法洛斯還有 垂斯塔納 那克里斯達就是 他還有一個AD 比較沒有 就是他有一個可以保護自己 輔助的一個性質 對 然後再加上強開 雖然說比較少看到 暗影島這個組合 但是不管是 像我們現在配的 比如說 譚肯奇啦 或是牛 或是瑞空 其中一個蠻好的效果 不過這邊HKA在前面的BP 可能是位於 上禮拜的Breeze 真的打得太漂亮了 他一定得去按這個E折 對 雖然E折在可能8.2版本 沒有 有被削弱 沒有到那麼的強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 必要的保險 因為像是剛剛的克里斯達 呃 微風環的克里斯達 其實他雖然表現得還不錯 但其實他在輸出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破蛋給對方抓的 對 這個就是給尊重的一個BAN角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中路 則是擺了這個 不太可能會被抓的雙人組 對這兩個人真的很難抓 就是 因為一定抓人的話 先手一定是豬女甩大 但你不管甩到誰 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作用的 那這樣就要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開到一個成功的會戰 那你 往這裡要開囉 這邊直接選擇開這個BALON 但是 這個好像有被看到 因為他們是下完紅眼 但 就立刻打了 對那個 HKA綠眼可能有看到他們 開的那一瞬間 這邊應該是 插了一根眼睛 然後不小心打到BALON 不過 的確現在對於HKA來說 他在 野區還有BALON的視野 必須要做好 不然等一下就有可能 像剛剛的遠古巨龍團一樣 就是你把兵線帶進去之後 UNIFY直接開車過來 這邊就是繼續持續的做 一戰一分推 那這邊只要確定在 這個卡蜜爾 在這個時間也是推不進 納爾的線的話 其實掌控權還是在N&D這邊 因為 N&D他們這邊是可以 利用自己兩個開車的優勢 去做轉線推塔的 對 等於說一方面有一個轉線推塔優勢 另外一方面有一個單線 現在目前是 有辦法去推進的一個線路 那Riris這一次 選到了卡蜜爾 211的戰績 已經把他兩件關鍵裝都出了出來 我覺得這個也可能是HKA的粉絲 想要去期待 就是 你除了UNIFY的這一套 養肥UNIFY這一套戰術之後 你還有辦法拿出什麼樣的體系 我覺得目前就是HKA他們 最大的問題還是跟 就是前面賽前跟分析台討論到的一樣 就是 現在的GMI他非常忙 就是遊戲的剛開始 就是你要cover這個Riris 然後 後排要開車了 想要抓到前方的人員 旁邊Riris的鋼鐵勾設 勾到一半 就變對面的人員給定下來 這個W也是空 Riris要倒下來 旁邊又是堆到了空氣分子 不過這個 推空倒是沒關係 因為UNIFY已經成功補上這個傷害 對 這裡就是用一個開車來抓 因為說明下一波UNIFY也沒大 沒關係 我就直接貪肯起開車 再來抓你 那這裡的話 就是給一個NAR 足夠的 分推空間的話 其實這邊只要HKA 有派人去防守這個NAR 這個BALLON可能就會陷入到非常大的危機 對 我們來看一下HKA 要怎麼來防守住這一次的BALLON 不過 這敲尾有點危險啊 對 敲尾很危險啊 差一層就有辦法打出這個 再一個 哇 沒射到 很可惜 不過前方UNIFY 就是 呃 扣 扣刀 不是 這樣翻 欸 哇 你是不是那個 不是不是 就是他很穩 你小心被告喔 我扣住你 因為他這個大如果沒摔好這個BALLON會就掉了 喔 瞭解 對 比較安穩的一個打法 對 不過這邊抓到了對面的位置之後 直接選擇過來去開了這條BALLON 而且旁邊編者之強 是沒有辦法靠到任何人的 對 哇 可是這裡有把這個TP騙出來喔 下一波的卡蜜爾就是沒有TP NAR是有TP的 對 所以只要再等下一波 NAD吃掉這個BALLON的機率還是很高 但是對HK來說他抓到一波可以卡中了一個機會 而且上半部的兵線也對HK來說是一個優勢點 旁邊竹女甩大絕了 扣到大絕了 不到旁邊的 一個大絕 是把自己的貪肯騎收了回來之後 神奇寶貝球丟了出去旁邊BREASE 也跟著自己的隊友往後方來做車退 喔 這裡雷茲開個大 欸 沒有人到 沒有人選擇上車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聰明 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LMS的那個雷茲開車上去的 被罵的人都是上車的那個 那個是信號 那個太可怕了 那個信號不是開戰的信號 那個是 你要Endgame的信號 要Endgame的信號 要Endgame的信號 但其實剛剛你看到那一波 就是豬女甩這個大絕 我跟你講他在那個地方 他不管甩到誰都殺不到任何人 因為你就算甩到球桶 湯肯騎也把他蹲走 你甩到AD 湯肯騎也是把他救走 那你甩到湯肯騎 我們看到AD把他救走 對 這個有點尷尬 就是你這個豬女 跟塔蜜兒的抓人 就真的是因為對方一個湯肯騎Pick 變得非常非常難的去開戰 對 這邊可能真的要看一下Riris他的意思 就是他在分推的時候 隊友有沒有給足夠的資訊 因為這邊如果沒有給到任何資訊的話 就會像剛剛一樣 一旦Riris被抓 最整體的HKA 他的節奏掌握度 第一個是巴龍會掉嘛 然後再來就是他在邊線 沒有辦法去壓制豬女甩 對 而且這一波Riris是沒有TP的 所以這一波 在這個TP好的時間點 對MAD是非常非常有巴龍 拿巴龍的優勢的 對 這時候來看到 在26分鐘掌握到兩條龍的MAD 他要怎麼來做 不管是邊線的單抓也好 或者是巴龍的B團也好 而且這次German還是選擇 跟著自己在這一場的大腿Riris旁邊 因為Riris這時候沒有傳送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其實UNIFI 他的小砲發育還不錯 就已經IE加上雙電刀 所以他們這邊拼起會戰的話 傷害量應該是不會來得太低 但就是要看他們的控制機要怎麼去知道 不過旁邊的鋼鐵勾子成功C到前方的人 這邊小亮寶寶 沒有辦法逃出去 哇 就旁邊的過來開車 這個是救護車欸 哇 這個救護車很需要啊 不然是對哪一邊來說 你說對方的教練嗎 我沒有說的是你說的 我只是說對兩邊來說都很需要 就是哇 這個救護車很即時 對 很即時 而且 這邊可以看到Tank已經在這一板 就是輔助很搶手的一個原因 也是一個常上VP的一個原因 不過旁邊是推到前方的Breeze 這個大絕是成功控制到對方的Breeze 不過這邊又拉走之後 決定生氣寶寶也想要甩出去嗎 沒有甩出去 但是後方的小亮寶寶即時走過來 但是他是沒有怒氣的 前方九筒 承受剛剛傷害之後 被破繳出一個驚人 才看到的是下半撲的Breeze 被對面UNIFI掉了一個三線 還好是彩忍器大塊躲一把 推到肚子裡面 看一下UNIFI在這時候的位置 旁邊的正體子儀式 推到前方的UNIFI 哇 這邊UNIFI倒啦 對 但這裡 因為對方血量的殘忽 可以再去做追擊 哇 這邊 選擇上半部跟下半部 同時開花一個局面 UNIFI拿到了兩顆人頭 然後 有辦法跟著自己的隊友 來開這個Breeze 對 這裡有一點不小心 因為NAD他們這裡是第二波 就是在那個三郎那邊 是利用一個就一個拉開 但這一波打起來 就是這一波的攤槓機 是沒有到的 所以他被迫一定要讓 在第一時間 克里斯達就得用大救走他的時候 其實他們兩個雙人線 是跟自己的隊友完全卡開 那還有一個點就是 小亮寶寶他 從後面TP位置下來 他在那個時間點 是完全沒有怒切 所以這波會戰 對NAD來說 他們的群控會非常非常少 因為只有一個BANNING 可以出去做到控制 所以這邊打起來的話 UNIFI就非常非常好發揮 對 這邊可以看到他們準確的開到 下入雙人組 然後 微風這個大決是沒有選擇 應該說K沒有選擇甩出去 對 那這裡其實UNIFI 你可以看到位置 他就是完全不會有任何人碰到他 因為第一個小亮沒有怒氣 可以進來做控制 那前排有布朗姆跟豬女擋的情況下 就會變成一個UNIFI秀的局 還好這邊K他其實第一時間 就已經把Breeze吃走 不然其實這裡Breeze被吃走的話 這裡UNIFI就可以利用他的火箭條約 一直瘋狂的收頭 對 那在這時候HK抓到了一波 我們前面會認為說很難去抓這個下入雙人組 然後 雖然塔娜在這一場的會戰裡面 也拿到了蠻多的經濟 可以看到他已經把他的損勢 在從口袋裡面給掏了出來 但是這時候的考驗又來了 就是拿到巴龍之後 你們要怎麼去做一個 就是兵線的帶動之後 開始做推塔 對 這邊看一下 Riri在側邊 因為TP還沒有好 所以沒有選擇去帶邊線 他想要找一個進場的機會 但是被這個眼睛給察覺到了 那小羊寶寶這時候是 變大的一個狀態 但是他在側邊 瞬間變小 那這時候就要看一下 HK有沒有辦法去好好利用這條巴龍 因為從右上角可以看到這一次巴龍的優勢 有變大的一個績效 但是因為還沒開始 還沒開戰 剛剛是還沒有這個右上角 他們就已經輸了一波 所以是負了嘛 所以這裡就是 從頭開始看 對對對 這裡是從頭 就是從零開始 對 從零開始 不過上半部 Riri一個人在推邊線的一個情況 然後HKA跟著自己的隊友 剩下的隊友 往中路一集結 把中塔給推掉了 對 但這裡應該 這些塔都是蠻難守 因為現在的小砲的裝備 真的是太豪華了 而且他火砲加上自己被動的手藏 是可以讓他很輕鬆的去對 對方做消耗 那現在就要看 把鏡頭放在Riri身上 他的這個邊線要怎麼去帶動 對 特別的是這邊編織者之強 是蓋的出來 但是 欸 欸 欸 他自己 自己的人也會擋在外面 哇 這是一個講求公平的戰隊 對 但這裡其實有點 其實剛剛看得很怪 所以他的隊友 他的隊友有沒有往前逼的同時 沒有 他隊友還沒到 對 然後兵已經進去了 他就蓋下去 然後還可能有擋到自己的隊友 然後卡蜜的就站在那裡 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他的隊友也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他們還在後面 所以 這一波就有點浪費 不然其實利用這個 編織者之強 加上這個BallonBuff 不是有機會 給這個上路的兵營塔 一些很大的壓力的 但 就是 他們自己又浪費了大概 塔利亞一個大的時間 我剛剛在想 喬尾可能在賣球 那個隊友說 欸 喬尾你有沒有大 然後喬尾就說 喔 我有大 沒有沒有 然後隊友就說 我不是 你證明給我看 然後喬尾就直接開了這條大角 他是說 欸 喬尾你有大嗎 我們可以開大 推這個塔喔 講到一半 喬尾他就蓋到 喬尾他才沒講完這 喬尾沒有把話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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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尾這個話要好好聽 喬尾不過的確剛剛 又浪費了大概 半 應該說半分鐘的一個時間 喬尾對 不然這個上塔是可以 推推看 喬尾對 喬尾因為這個 就是浪費掉了 所以巴龍時間也到了 雖然說巴龍的優勢有4000塊 但是 理論上來說可以拿到更多 喬尾可以更多 因為他們 兵線其實 慢慢的在推進的過程中 中塔已經也拿掉 就是中外塔也拿掉 然後往上半步來找Rilis在邊線剛剛又有TP了 但是他們沒有選擇做這樣的嘗試 對 在沒有這條巴龍的情況下 其實HKA他們可能會變得 就是很難去碰這個塔 就算他們經濟現在有優勢 但因為他們現在要推塔 最好推塔的方式就是Rilis帶一條分線 讓他們打C分隊 但Rilis這條分線其實是很容易被抓的 因為對方的坦克很急跟 雷茲是隨時會在人 去對他做一些就是從後方的夾擊 那這邊要是HKA的溝通沒有做好 就是你兵線沒有四人那邊同時進去的話 可能在這邊側邊Rilis被抓掉 HKA其他四個人又得退 所以又會繼續再多更多的時間 對 這邊對於HKA的一個大考驗 就是他有沒有辦法去順利的結束一場比賽 就是當他拿到經濟優勢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去拿到比賽 因為我從一些數據上面看起來 因為HKA戰績不是很好的緣故 所以他們在GD15就是 每...就是大概在15分鐘的時候是輸1500塊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下半部 決定跟著自己的隊友來去拆這個塔 對 但這裡還是... HKA做得不錯 他在後面並沒有給... 呃...對方小龍寶寶任何一個TP點位 所以這個塔點起來都算是很舒服 但現在問題來了 他們要怎麼去點這個上路的高地塔 因為側邊的Rilis真的是... 像前面說他真的不能帶太深 他帶太深就很容易被抓 那...可能就會拖到下一條巴龍 那...看HKA要怎麼利用塔利亞的大絕 跟小炮現在非常...呃...好的裝備去打這個巴龍會戰 我們來看一下 在視野的部分 的確就剛剛照著講的 HKA在下半部沒有給對面任何一個機會 讓NAR去TP繞後 然後一個狂袖猛擊 不過...問題一點 因為... 等一下的大型地圖物件會在... 1分45秒之後重生 所以... MAD也是...抓到了這個大概... 接近快2分鐘的時間 想辦法先把兵線清出去之後 然後去做一下巴龍的視野 對 在1分鐘中巴龍就會出了 那就在這段時間 只要把視野... 布置好 甚至可以利用... 他們自己的豬女跟布朗姆的優勢 嘗試去做抓了 對... 因為其實這裡的雷茲 還是沒有帶這個進化 所以其實只要抓到貪肯擊 不在... 呃...他附近的情況下 其實還是可以... 以他為一個開戰的... 對象 對...來看到的是... 中路的集結喔 HK... 這時候跟著自己的中路 往下半步來做游走 因為通常我們看到可能... 當你選擇像塔莉亞 或是像卡蜜爾的時候 這種... 你覺得這種... 是比較適合4E的 還是E3E 呃... 我覺得這一場4E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 這場如果打E3E 這個塔莉亞太容易被抓了 他基本上... 有人繞背就是覺得... 我旁邊又走了過來 這時候的隊友 蓋強蓋得還不錯 有蓋過來了 不過旁邊的貪看集結 即是走了過來 被翻過牆啦 不過很可惜 HK沒有辦法選擇做後續的進攻 是很穩... 應該說很妥當的 把下半步的塔給拆掉 對...這一波其實剛剛在上路的兵營 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對... 上路... 剛剛沒有溝通好 這一波就是喬伊有... 聽清楚了 對...他有聽清楚了 喔...來喔...開大了 我們這時候走過來了 對...那這個下路 一旦把塔壓掉的話 其實會給這個娜爾很大的壓力 因為就可能變成... 瑞瑞是直接扛著他的傷害 就是... 你如果不來跟我打 我就直接踢你的兵營給你看 那... 這邊... 只要HK把四個人放在巴龍池附近 Pause MAD 一定要派人來看這個巴龍池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下路兵營是會隨著時間被瑞瑞只踢掉了 對...這邊看一下 MAD 他在視野布置 在自己的藍區 然後還有中路其實都有視野 對...這裡... 說不定 MAD 會選擇一種比較極端的方式 就是...不讓你...這個卡蜜爾給壓力 就是他們自己開巴龍 比你們打一波會戰 因為... 只要... 納爾的怒氣許可 甚至TP下來 可以做到很大的控制的情況下 MAD的會戰還是有得打的 對...不過這邊的... 上路小恩寶寶是爆發了 所以他等一下在短時間內都沒有辦法去累積怒氣質 但是... HK也沒有要選擇把握這次的機會 決定是讓中路... 由瑞瑞走了過來 然後往下半步來走 對...這裡的塔莉亞大絕已經好了喔 所以...這個巴龍... 呃...的視野就是... 爭奪起來會非常重要 因為... 其實就算真的喬尾他蓋牆 就是... 我覺得利用雷射大絕 越過那個牆 也是有機會的 那就是看一下 這邊HK他們要怎麼去把視野布置好 對...這邊看到了對面的人員 不過旁邊鋼鐵勾子其實走了過來 哇...一下踢 先把小亮寶寶的血量帶踢到八層 唉唷...這個直接扭掉 哇...這個扭掉 不過上半步 好像HK要選擇來開這條八龍嗎 已經開了五千滴...四千滴... 這時候MAD才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是來不及了 對...來不及了 對...這個八龍會是由Gemite成功中掉 而且旁邊的傳統其實走了過來 哇...這邊... 繳了一個閃現之後 配合上自己的WBA守護 跟上自己的隊友後側的一個位置喔 對...因為剛其實小亮寶寶在草叢撞到RUIS的時候 MAD有隊友是往那邊靠的 結果對方抓到這個機會 就直接RUSH這條八龍 我覺得... 可能這邊MAD有點太不小心了 對...而且他們在視野的布置其實 都只是布...大概在八龍洞口前面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把視野插到後方 然後...我剛剛特別看了一下 在下半部...的兩根...剛剛有兩根視野 其實也照到雷茲本來想要抓 對面卡蜜兒的一個...地點 對...哇...這裡小炮裝備已經是很豪華囉 以目前...這個納爾跟九桶的坦度 是完全扛不住的情況下 現在MAD可能要考慮利用這個開車的技能 去...在側邊單抓人 因為這邊的會戰正面碰撞起來 如果納爾沒有怒氣的話是完全不會贏的 對...因為剛剛HK是犯了蠻多的失誤才能讓MAD 成功把...上一場的比賽給收下來 對...這裡卡蜜兒已經壓進來了 對...這邊卡蜜兒直接走了過來 旁邊還有一個鋼鐵勾射 所以也沒有選擇來做使用一個W掛到前方的小梁寶寶 好痛啊...不過這車小梁寶寶怒氣還不錯喔 如果這邊要選擇微風...位置有點尷尬 陣力之急沒有辦法推到他 旁邊K還是給予他非常大的保護 不過下半部的這個兵儀塔看起來是要掉了 最後一下是由炮車成功把...對面的...水晶兵儀給擊破 對...因為剛剛的那個蓋牆是直接把微風關在了HK的這個方向 但第一時間其實K沒有很快的把他吞到肚子裡 所以...微風是直接變成半殘的血量 所以...剛剛就算小梁寶寶的怒氣非常漂亮 但他們還是完全不能打 因為在一個少一個CarryRage的方向是很難獲勝 對...37分鐘經濟差距來到了...7000塊 在兩波的巴龍優勢裡面其實一次是4000塊嘛 看一下這一次有沒有辦法再...跟剛剛一樣 拿到如此巨量的經濟 不過上半部的Rilis倒是對面的MAD很難處理的去一個點 對...而且主要是現在Unify他的裝備跟他現在有雙招的情況下 其實他只要不倒的話 MAD是完全不會贏的 那...現在HK只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兩個坦擋在炮鳥的前面 讓他好好的發揮 那側邊Rilis只要看好時機就是我繼續分推打Nine的這個線 或者是我打後來戰的時候直接限制到對方的後排 因為以秒坦的坦度來說 小炮這邊一定快很多 對...這邊選擇要來抓前方的這個Rilis嗎 旁邊的那個雷茲走了過來此時編織了 枝強是下來抓到前方的微風 微風被我繳了一個閃線之後 往後拉掉一點點 拉了自己的輔助選擇去往上半部來打 但是下半部可以看到是Bedding已經倒下來 而且還沒有抓到前方的Rilis 哇小亮寶寶一下普攻兩下 就讓對面的UNIFY給點掉 拉了一下資訊之後旁邊UNIFY被迫往後 閃線過牆之後往後拉掉 但是前方UNIFY已經拿到一個TRIPLE KILL 這裡是有機會直接結束遊戲的嗎 因為只剩下一個人 哇不過他們想要趕進殺絕 直接鋼鐵勾設走過來打到了雷茲身上 是ACE掉了對面 對哇這裡就要結束了 因為下路的兵線也被這個塔利亞直接帶進來了 其實這場打起來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大型會戰 但最主要來說就是NAD他們有一波就是 BREASE跟K他們直接就是在對方的視野下